我听说今天的案例是跟动物有关的 对 那么我们在诊断之前 肯定要先了解一下动物的特点 这里的话我提个问题 看大家回答一下 我们说牛和羊 我们称为反铸动物 在吃完草之后 把这个草再吐出来 再咀嚼帮助消化 那么这些动物有个特点 就是胃有几个 让大家猜一下 四个 我都知道四个为何 四个 毛赌金钱赌 牛百叶 可以 还有呢 还差一个暴赌 从今吃火锅 都是吃货 哈哈